鮑魚淹水摧毀餘溫 一盞池的活魚全死光 養殖戶預酷無淚 颱風造成的雨損 慘通記憶粒粒在目 養殖戶靠天吃飯 不惜薄命死守餘溫 幫牠工作能做多少是多少 零食死魚浮出水面 拭目養殖戶好緊張 颱風來出要煩惱 大雨淹水 魚泉流光 就怕強風一吹 水車飛了 那剩下的魚還是沒救 養殖戶趕在風雨來前 巡視餘溫 他們無暇顧及自身安危 因為對他們來說 要是魚沒了 恐怕連生計都是問題 魚的人 他們不是睡不知道睡 我們就吃不吃吃 以前有客座的事就對了 只要魚面一定回來 我就馬上隨意來求求 先來跟他慷慨 你真不客座 你看牠會如何 明治越晚風雨越強 養殖戶們已經打算 死守餘溫 面對即將要來的風雨 他們不敢想像 沒了氣座 就像可預期的魚損 現實的經濟重擔 颱風器座兩頭燒 無形壓力實在 讓他們喘不過氣 進來我講 佩如探討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